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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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成小就跟父亲学绘画 虚发之类的搞艺术吧 那个时候还不觉得是搞什么艺术 只是学得挺好玩的 是吧 慢慢地大了 像那个做桃子也很好玩的 是吧 觉得桃是很有生命力的 是吧 你看上去桃子是一朵泥 但是它能够随着你的心灵思想的灵灯 在刘志光很小的时候 父亲叫他画山水画 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逐渐激发了他对艺术创作的热情 为多年的陶瓷创作打下了基础 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应该是我父亲 因为它影响了我一生 成小就教我画写字 因为是很多年的那个艺术末然 导致我成小就爱上了好艺术这段路 1982年 刘志光随着当时下海惊善的热潮 飞起了新南 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离开了生海养海的陶都同观 开始了背景离乡在外漂浮的生活 我们出去打根的话是 当时是因为体制改叠吧 改叠吧 大部分人都出去打根的 有一点积蓄的都出去 匆匆十六年 人生已过去近半载 故乡的陶土呼唤着离家的游子 刘志光背起行囊 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同观阵 而这一次他决定奉献给陶都的 是一生 一楼过来吧 整个2005年 刚开始起步是很艰难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也是开了厂 因为我们在外面也是开了厂 开厂是因为遇到了经营红包 厂都关门了 自己的技术也不多 回来之后进行创业的话是很艰难的 然而创业之路远比想象中的要艰苦的多 刚起步的时候淘气场规模十分小 再加上天降灾害让淘气场雪上加霜 但刘志光没有产生退缩的念头 这是厂房 也做工人的工资 是吧 再加上你开始对制作通关药的那个 技艺还是没有长得好 所以比较艰难 在家子的那个水盏 水啊长到厂里面 那把药都淹掉了 那个皮体啊和那个原杂料都被淹掉了 后来又是那个雪宅 嗯 只不回家 它仿勺的仿勺的东西不是做现代讨饰 嗯 也不是现代工艺 要用现在的方式来繁原于古代的那个制作 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是千多年的东西吧 嗯 你要繁原到一千多年的制作方式的话 是一个很漫长的个程 嗯 我们经过十多年的 今年到应该是141年了 从205年到现在 嗯 继续比较成熟了 嗯 我还写了 嗯 两文书 嗯 两文书 两文书的话 一个就是童管瑶的那个 那批计划和那个 又小独裁的那个 嗯 规法显示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政府的扶植力都比较大了 嗯 大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 有所歧视 嗯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做桃子呀 每年都一点那个补贴 补贴 在家子那个人流量比较大 嗯 这里童管瑶的宣言力度比较大 嗯 油可以比较多了 嗯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那个 里油的产品 后来 甚至由景德镇的商人 来到刘志广厂里进购陶瓷 当时交通不便 他们只能夜宿刘志广家 第二天带走了大批陶瓷 让童管瑶的陶瓷 在当时被全国各地更多的人了解 但是刘志广 一直有一个没能得到实现的愿望 就是烧制出童管瑶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鸡血红 童管瑶的鸡血红呢 它无非就是童痕 童痕 它是在养发验证 它就是 巨色的 在繁衣验证 它是红色的 为了能够充分掌握好鸡血红的烧制方法 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有一次在烧制绿色的疼痕的时候 它不是有意的 是那个 因为我们硬气烧的话 它是要那个气要加热的 它要它要铺化 所以我那个热血疼 烧热水的那个东西 所以那个摇了一下子就没办法长坑了 烧到那个摇的那个管道都发痕 那个 我因为是从屋顶上吃出去的那个 伸出去的那个管 一下子就把那个盖瓦的那个玄皮啊 都烧圆了 很吓人的 突如其来的事故打断了鸡血红的烧制 刘志光立即停下所有摇炉的烧制工作 驱散了工人 还有妻子和孩子 尽管灭了火又重新点燃摇炉 但情况却依然得不到控制 后来我搞了两个月水瓶 然后用那个液发器的那个罩都拿去出去了 放在底下烧 烧了之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平稳了 平稳之后后来那个窑啊一出来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福 那个福真烧出来真是太漂亮了 一看就是鸡血了 叉花应使花羞涩 韵如雨后季霞红 千锤百炼 气满红鲁 鸡血红 终于以最耀眼的姿态 在刘志光手中诞生 所以我这十万年里面 真的烧去的那种气货是 我现在就很难的 我爱好的就是鸡血 废话呢写字呢 还有那个做陶 有时候我学陶的话 晚上一两点的都在做 就是做一件东西 日迷了 停不下来 刘志光的妻子陈月华是一名陶逸老师 周末会在同关老街给孩子们上陶逸课 而当初两人相识 也是因为艺术而接缘 我们认识的画 实际上他知道我会画 我们因为成小就画画 他经常找我跟他画 他等一些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 其实他对医学还是挺烈爱的 过去的话就是自疼到火 像爱好都差不多 但是他也对我的生活 或者这方面不是挺自知的 特别是搞那个创作的时候 经常要回到旁边看 是吧 我们就是不想到其他地方去 就想在自己的家乡 能够把老走着传下来的这本记忆 走着微微地传下去 我现在是备备 我现在是备备复制文化遗产全身 我不但能够把自己的孩子 能够教他 学会我们这本全身的生意 我们还要带动很多的下一位的青年来学陶 来做陶 来把我们同观的这本记忆传承下去 同观 不声不响 不争不变地处理在湘江之盘 含笑注视着他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看陶火相传 严绵不绝 他承载着刘志光的心血和信念 选材 打磨 烧制 几十年如一日 陶土早已顺着岁月的痕迹 融入刘志光的血液里 可以说 这辈子我都会坚持下去